我們來這個今天要上這個今天我們要上課就是我們要交個新的物件這樣子啦 我們那個之前已經講過就是 總共在阿里園裡面有三種類型的物件 第一種是變速成的那他是各種向量他的 樣子就是一圍的 那這個第二種就是陣列層那陣列層陣列層最典型的東西就是矩陣 就是他開始有維度了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還有資料表 資料表的話你可以大概想成就是因為大學生可能沒有看到資料表 資料表大概會講成這樣就是一個Excel表 然後可能這裡是patient ID 然後這裡可能是然後他可能是一號二號三號這樣子 然後這邊可能是紀錄他的可能 男生還女生阿 那這裡可能紀錄他的age阿 類似這個樣子這個這個資料表的話大概就長這樣資料表的特性啦 就每個color他的屬性可能會不一樣 這個以sex來講這個男生跟女生應該是只有兩類對不對 所以他看起來非常像英子或者是文字 對吧 他看起來應該是沒有辦法數值化的嘛 那age的話那顯然就是一個數值啦 所以說 就是 我們在陣列層裡面教的主要教教兩個東西 矩陣跟資料表的話他分別有這個特性這樣子 那陣列層裡面其他 還有一個叫array 就是array啦 就是array自己本身 那array自己本身阿他是矩陣的這個 更高維的擴展這樣子 矩陣可能是m乘n阿 那陣列很有可能是m乘n乘k 甚至一直往後乘阿 就是一個n微陣列這樣子 好 那那個比較少用到 我們今天就 主要介紹矩陣跟這個資料表 那這個 矩陣阿 矩陣要怎麼去 要怎麼去 就是產生呢 我們就需要用再學一個核心函數 這核心函數叫matrix 好這個matrix阿 我要我們來看一下他要怎麼用的 x1等於1到20 那接著 我打了matrix x1 number of rows等於4 number of columns等於5 所以x1顯然就會被填進這個matrix裡面 然後變成m1 我現在把它print出來 我們看一下 12345678 是不是填到20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那 比較特別的是矩陣阿 其實也可以填一個數值 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我的m1填0然後填4 乘以5個 這樣子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當然就是全部都是0 這樣可以吧 所以如果我現在要產生一個空的矩陣 我要產生一個空的矩陣喔 然後 我到時候再慢慢填數字或什麼之類的 我可以先 給他一個 隨便給他一個value 不見得要預先填好 好那這個 我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這個排列順序是先排 一個一個column牌 對吧 一個一個column 那我可不可以一個一個弱牌呢 有沒有人要有什麼想法 一個一個弱牌 喔等一下 忘了 就是 我們現在少教一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叫 轉字 在後面會教 我剛剛想說的是 如果你想要一個一個弱 就是一次排一個弱的話 那你的做法可以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一次喔首先啦你可以先把 他排5x4 然後接著 再把m1把它做一個 T是轉字的意思等一下我們會教下一頁就教了我剛剛不小心那個 不小心先講了好我們看一下 這樣他是不是就變成 等一下 為什麼 等一下 為什麼轉字了以後 在這裡 在這裡 好我們看 再看一次m1 這是我原來的m1 12345678然後我現在想要把它改成這樣排 那我要改成這樣排的話 這個 我要把它改成這樣12345678910這樣子 那我這樣排的話首先 我可以 我可以因為他是實際上是靠這個 每個卡人先排嘛 所以我們實際上我們可以先執行 我們先把5跟4改變過來之後 好 這樣是不是1234567980這樣子 那我只要把這個矩陣做一個轉字 好這樣是不是就是這樣 這樣來排數字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我現在想講的是說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就是組合然後把那個排數字的這個方向 把它做一些改變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參數可以使用 還有一個參數可以使用 叫擺弱 擺弱等於觸的話 直接他出現的東西就是我們剛剛那樣排過的 好這樣可以吧 欸喔我這邊忘記改 忘記改回去 好這樣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 矩陣哪有一個特性就是 矩陣裡面所有東西啊都必須是同樣的東西 假如說他如果是數值矩陣的話 那這個裡面所有東西都要是數字 那如果是文字矩陣裡面所有東西都要文字 但是矩陣哪非常遺憾的是他不可以是因子矩陣 如果你強迫一個向量 成為因子並且填入矩陣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M2啊 他出現了引號 引號代表就是這個 就是 文字的意思嘛 對不對所以說這個 因子是沒有辦法變成這個矩陣形式的 好那我這邊 簡單介紹一些矩陣的就是常用的一些運算 運算這個運算函數 首先第一個T就是求轉字矩陣 那至於用法我剛剛已經講過啦 他最重要的用法就是那個還有一些 我們在做數學運算的時候可能會用到 轉字矩陣這樣子 Solve可以求反矩陣 那矩陣的乘法用%乘%來完成 這個非常重要喔 等一下這個 大家就是不要忘記矩陣是怎麼做的啦好不好 那個 我們等一下練習題有可能會用到一些 就是這些功能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x 好x是一個 1234的一個矩陣 那如果我們用T這個函數呢 剛剛我們已經demo過了 T這個函數出來的就是把這個1234啊 把它直接就是以45度對角線 來做一個轉字這樣子 那這個大家應該沒有問題啦 我們繼續往下 Solve這個函數 Solvex這個函數 我們得到這個矩陣 呃 大家有沒有知道反矩陣是什麼的 啊有沒有 你要講一下嗎 好沒關係 反矩陣就是啊 如果我們 今天有一個 原來有一個x矩陣 他跟他反矩陣相乘之後 就會變成單位矩陣 好這就是反矩陣 好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 應該就是 這節課後面也不會用到啦 只是說 告訴你們說未來啊要 學什麼微積分課的時候之類的啊 如果叫你求反矩陣 有一些比較快的工具啊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現在來看一下 Y這個 Y這個矩陣 我們再產生一個Y矩陣 這Y矩陣啊 Y矩陣跟 X矩陣總共有兩個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教一下乘法 X跟Y如果直接用相乘這個符號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不是按元素相乘 2乘以1 3乘以2 4乘以3 5乘以4 對吧 沒有錯吧 好那矩陣的乘法呢 我們需要用那 剛剛說用percent乘percent 我們乘出來是 11 19 16 28 這個11是什麼 這個11是不是 這個 X的 X是看這個 Colon 然後Y是看這個Raw X是看Colon的話 就是1跟2 然後Y是這個 2跟4 那1 等一下 X是看 X看Raw X看Raw是13 然後Y是看Colon23 好所以就是 1乘2 然後乘上 加上3乘3 這樣可以嗎 矩陣的乘法 矩陣的乘法用的就是 前面那個用Raw的向量 就是 這個 Raw是中文是什麼啊 我想不起來 就是用Raw的向量 然後 後面的矩陣用Colon的向量 然後把兩個向的內積 出來的結果 好這樣可以嗎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矩陣 好那我們剛剛 不是有講過這個 x 轉了做了一個 這個反矩陣之後 他跟本來的x 乘起來應該要等於單位矩陣嗎 我們做一個實驗 好大家可以看到嗎 這是單位矩陣 單位矩陣就是對角是1 剩下都是0 這個可以接受吧 好 那這個x x跟y這個矩陣的乘法 大家都知道啦 矩陣的乘法可以用啦 可以 他的特性就是 Raw跟這個 Raw跟這個Colon的這個組合啦 我們把它寫在黑板上 給大家的提示 x % % 這個圖號這樣 %% y 等於 好這一個是 x的 Raw Raw1 然後跟這個 y的 Colon 1然後x的 Raw2 y的Colon1 然後就是 y的Colon2 x的Raw1 Raw1 好一直推下去 大家可以記住 大家如果說就是 記不起來要怎麼操作的話可以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樣對 後面可能會有幫助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矩陣還可以用什麼函數好了啦 首先核心函數Lens還是可以用 Lens可以告訴我們這個矩陣的總元素數目 那當然就是他的這個Number of Column 乘以Number of Raw啦 好總共是20這沒有問題 好接著這個Number of Raw跟Number of Column 這兩函數非常的重要喔 這兩函數 也是我們的核心函數 好基本上我們交的函數就算非核心函數也沒有幾個啦 所以說大家只要看到我們有函數的話都可以把它記起來這樣子 那我們的Number of Raw跟Number of Column 這個有助於我們去了解當下矩陣的形狀 好這個看這兩個函數資料表的時候也可以用喔 所以說當你如果讀檔讀一個檔案進來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知道他的形狀 你就必須用Number of Raw跟Number of Column N Raw跟N Column 這兩個函數 去做了解 好那 接著我們就要學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索引 索引是中括號對不對 這個我們之前一直有講到 那中括號的這個索引啊 我們在這個向量的部分他就輸入一個數字 如果我同時要找多個索引的時候 我就要用C這個函數把多個 索引值把它合在一起 在一起進行輸入對不對 在矩陣的這個索引裡面啊 如果你是一個二維的矩陣 如果你沒有用到陣列當然就是一個二維的矩陣啦 那你出來的這一個 你出來的這個矩陣 的索引函數就是透過 M1然後中括號 然後假設1 豆點 E3 好E3就是指說 第一個Raw 第3個Column 所以他出來會9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如果是假設說 呃 4 4 2 出來就是8 4 2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好那如果我打 主要說5 2 應該就是沒有 這樣可以吧 因為根本沒有第5個Raw 這樣可以 好那這個 這種用法已經會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比較 進階一點的操作 主要說我們這裡 同樣的我們要 第 第3個Raw 然後第2跟第5個Column 好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7跟19兩個數字 這是第一個我們學到的這個 這個技術 第二個是 我們可以不打 我們如果不打的話 他就會直接把這一串 把它print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直接把這一串print出來喔 那如果一次想要兩行 主要是想要第3個Column跟第5個Column 要注意一件事情是 當你用了索引之後啊 如果你打問他class這是什麼東西 他會告訴你這是一個matrix 這個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class這個函數不是我們 之前一直有教過 可以去查詢物件類別的屬性嗎 但是如果 你只有抓一個向量 他就會變成一個 整數 對吧 為什麼呢你現在看一下這個 這個看起來是不是就不太像矩陣了 這矩陣 矩陣好像是一個有形狀的東西啊 這樣子看起來是不是就不太像矩陣了 對吧 看起來比較像向量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可以 在 做了索引之後 東西還是保留成矩陣呢 我們需要在 後面再多打一個豆點 然後下參數 Drop 等於False 好這樣承認的就是矩陣 你再問他class 他當你打下Drop等於False的時候啊 基本上就是 跟你 就是跟你 說明啊 這個 這個 我們的這個 矩陣啊 就是 不會去改變他的原始的屬性 這樣可以吧 你只是做了一個 Colin跟Raw的一個 篩檢而已 好同樣的 在矩陣同樣可以用負索引啊 舉例來說我們打上負3 好負3就是 原來的第3個Colin不要顯示 剩下的 剩下的都要 好所以矩陣的索引函數 大概跟我們的這個就是 呃 向量的索引函數不會差太多 好這樣可以嗎 同時 他也可以用True跟False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就來說我們來打 True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那這樣就是135嘛 好這樣可以吧 矩陣也可以用True跟False的索引 所以索引的用法 矩陣跟 非矩陣 他差別只在於 有一個豆點去區分他的維度 就這樣而已 好那接著 我們這個矩陣啊還有好多特殊的屬性啊 就是我們還可以給他的 Colin跟他的Raw 一個名字 好這個是 這個是向量所沒有的喔 向量的那個名字是沒有的對吧 但矩陣我們是可以給他名字啦 那我們要怎麼給他名字呢 我們需要用到Rawnance跟Carnance 兩個函數 這個Rawnance跟Carnance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啊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未來啊 要面對 我們在這堂課以前所面對的資料都是我們在Rawn裡面自己產生的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上課就會教到如何去讀檔 就讀一個最簡單的CSV檔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讀檔的話 你就必須要知道說那個檔案有哪些基本屬性啊 所以那個檔案讀進來就要說像你現在看到 我們現在上面寫的這個資料表 他上面是不是id6age 那我要怎麼拿到他呢 我就需要用到這個名字的這個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怎麼 根據這個命名 這個 M1我們先指定他 Rawnance M1 等於ABCD 我們先看一下原始的M1長什麼樣子 長這個樣子 在打下這行指令之後再看是M1 他的Rawnance在這個部分就變成了ABCD 好並且這個時候我 用Rawnance去詢問 這個 Rawnance的時候他就會告訴我ABCD四個數字 好那同時還有一個函數叫Colornance 我們可以先試一下我們現在打Colornance 他會告訴我什麼都沒有這個矩陣目前是沒有Colornance 那如果把這個Colornance把它修正進去之後 我們會看到 現在M1 上面就有這個Colornance 好那Colornance同樣也可以拿來做鎖印 我們來試一下 用Colornance來做鎖印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在Raw的部分 打下Rawnance的名字 在Colorn的部分打下Colornance的名字 或者是同時使用兩個 Colornance來進行鎖印 好 這個Colornance同樣也可以使用取代的功能 注意我剛剛這個矩陣的這個鎖印函數的時候我忘了講他 他同樣也有取代的功能 我可以指定他 裡面的某一格改成某一個數字 好那現在這個Colornance M1 第三個等於ZZ 這樣子 我們的M1 這第三個Colornance就被改成ZZ了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 我們現在交了矩陣交這麼多之後啊 我們先趕快 我們趕快把我們應該還有兩個 兩頁要介紹 這個我們趕快再介紹加資料表等一下就要給大家做練習題啦 現在資訊量有點多啊 不過練習題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怎麼樣去運用 而這一個小節所得到的知識然後去組合這樣子 好那我們看一下 要怎麼把這個資料表產生呢 我們可以用到DataFrame這個函數 DataFrame這個函數啊 我們來x1等於1到20 M1等於 這個把它填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D1長得什麼樣子 這個D1啊跟 原始的M1比起來差別在哪裡 原始的M1是一個matrix 它是不是可以允許我的Rawnance跟Colornance 是沒有東西的 對吧 在變成D1之後 至少Colornance我們看起來它已經有東西了 我們這個時候問他Colornance 他就會告訴我 X1到X5 用Rawnance呢 他就會告訴我1234 所以DataFrame是不能夠允許自己 沒有Colornance跟Rawnance的 這樣知道吧 在轉換的過程中 他就自然而然的這個 產生了 如果我們再把DataFrame轉回 Matrix呢 我們來試一下 你要轉回Matrix的時候 你需要用到S.Matrix的函數 這樣子你會發現Rawnance 不見了 但Colornance它就自動產生了 這樣可以吧 這個 Matrix 只要是一個物件 就是只要是一個物件的屬性 不管是Matrix或DataFrame 前面都可以加上一個S 這樣可以吧 就是跟我們前面那個要轉變這個向量屬性的時候 用S.xx那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好那 同樣的這個Rawnance跟Colornance 他也可以被用來在這個 就是他先 可以先被用來 改變矩陣之後 這M1 我們先把他的這個名字 填上去之後 我們再把他變成DataFrame 這個時候他的名字就會繼承 DataFrame名字就會繼承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把D1 的Colornance 改成我想要的東西 好這樣子意思差不多吧 好那這個 這個是我們最後啦 這個 資料表啊 資料表最特別的地方 就在於他可以啊 允許不同屬性的物件 在同一個資料表裡面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A這個資料表 A這個向量 是一個邏輯向量 B這個向量呢 是一個數值向量 C這個向量 是一個 因子向量 如果我們把這個東西 把他整合成一個DataFrame的話 我們可以用 DataFrame 然後 ABC把他放進來 這樣子的一個DataFrame 我們看了一下 他的class 是DataFrame 是DataFrame 那你如果看他 第一個 第一個Colorn的class Logical 第二個Colorn的class Numerical 第三class 那個Colorn的 這個 class 是 這個factor 但是如果 你把他強迫轉成 asmatrix 然後等於大M 大M 等於asmatrix Data 好我們現在在看一下 我們的大M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似乎每一個都被轉成文字了 我們現在再看一次 class 大M的第一個Colorn 文字 第二個Colorn 文字 所以 矩陣跟這個資料表 有非常大的差別 就在於他有沒有辦法同時去擁有 多個不同屬性的這個變速層的東西 好資料表是可以的但是矩陣是不行的 好最後我們再教最後一個東西啦 就是擴充矩陣 如果我們今天 在這個 向量的部分我們要擴充是不是很簡單 我們直接把所影值打下去 是不是就可以做了 是不是就可以擴充了 但是我們矩陣的擴充呢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好我們現在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Data DataFrame的擴充 現在這個DataFrame 他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第四個 第四個Raw 第五個Colorn 他等於85 你會發現他沒有辦法擴充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辦法擴充 因為啊 這個 以資料表或是矩陣的這個形式啊 他要擴充就要擴充一個 一個就是他 主要說你現在是5乘以3嘛對不對 你要嘛就要把他擴充成5乘以4 或者把他擴充成這個6乘以3 他沒有辦法一個一個這樣擴充 所以他擴充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他可以 透過 這一次 這一次 好我們先 我們先教用這個前號也可以 前號也可以拿來做鎖印 DataFrame的b 他同樣的效果等於這個樣子 但是啊 如果你想要擴充的時候 第一個是 你可以透過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去擴充 好現在DataFrame 只有三個變數啊 但是我可以透過這個 前號來擴充 好但前號並不是唯一的擴充方式啊 我們再看一次原來的DataFrame 我們是說如果你可以用鎖印函數 舉例來說我們在這裡 把他改成 好第一 我們要把他做一個這樣的擴充 他同樣的也可以擴充喔 所以這個鎖印函數同樣在矩陣裡面 他同樣可以拿來擴充 只是他擴充的限制是 我一次需要擴充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等長的這個要嘛是Raw要嘛是Colon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那最後我們再來講 最後一個就是R-Bine跟C-Bine的函數 這兩個函數也是核心函數喔 就是 我們在這裡矩陣交到哪些函數 我們來複習一下 這樣子 然後我們寫在黑板上 這樣這節課都會用到 下節課可能會用到 第一個是Matrix Matrix的函數 第二個 是這個Nraw N-Colon 第三個 第三個 是這個Rawnaz Rawnaz Colonz 然後接下來 還有這個Rawnaz跟Colonz 完了以後 還有這個DataFriend 然後最後就是R-Bine跟C-Bine的 剩下的像什麼Class啊 Lens啊 這些東西我們都是之前就已經教過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矩陣啊 所要熟悉的函數大概就這幾個 我們最後來講R-Bine跟C-Bine的 R-Bine的意思就是我兩張資料表 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用上下把它拼起來 就有點像Excel裡面在貼這個 把它往上貼的這種感覺 那如果是C-Bine呢就是用Colon來Bine的 也是往左右貼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X跟Y 這兩個矩陣 他原來長的樣子 他原來長的樣子是 X長這樣 Y長這樣 如果我們R-Bine的 XY 他就是上下把它貼起來 看起來這樣看得出來應該沒有問題吧 如果我們用C-Bine的話 他就是左右把它貼起來 好所以說R-Bine跟C-Bine 我們就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最後來給大家一個簡單的這個 呃 小疑問 大家還記不記得要怎麼擴充向量啊 向量我們有教怎麼擴充嗎 如果要把兩個和 兩個向來合在一起 有沒有人要講話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給一些什麼鼓勵之類的啊 就是 舉例來說 這個 上課 我們 每次上課的時候 那個 舉例來說 有作答的話 我們就記錄下來這樣子 然後某一天 那個 請喝飲料的時候 就只有作答的這樣子 好開玩笑了 這個 我們需要用C這個函數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可以嗎 C這個函數 是不是把很多不同元素組合在一起 那組合 所以說 C這個函數 一樣可以拿來擴充向量 這個大家就是要記住啊 我們的核心函數也沒有幾種啊 反正你可以排除一些絕對不可能的嘛 假如說像Lens 絕對不可能嘛 對不對 還有Class之類的 好那我們 矩陣交到這裡之後 我們就要面對我們練習體啊 練習體非常的 簡單啊 就是 請你 產生99乘法表 這99乘法表 如果你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樣子 最基本的想法就是 我們先產生一個空矩陣嘛 然後並且 這個把這個 用這個雙層回圈把它 一個一個數字把它填進去 對不對 雙層回圈 這個應該可以做這件事嘛 對不對 因為他的這個 他是有一個雙循環的 對吧 好那如果你不想用雙層回圈的話 其實還是有方法 不依靠雙層回圈 然後把這個 呃 99乘法表產生出來的 好我們這一題給大家稍微練習一下 好不好 這個前面的那個過程有點多 我們這題給大家10分鐘的時間練習 主要是還包括前面的這些熟悉這樣子 好這題最標準的做法 就是用這個雙層回圈啦 或者說 我期望你們是用雙層回圈做的啦 因為我們之後 ㄟ 我們之後的這個 上課齁 一定會大量用到回圈 這就是電腦跟我們最大的差別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雙層回圈要怎麼做啦 那我們用雙層回圈的話 我們一定是先產生的空矩陣 好主要說 我們用matrix 0 然後nraw 等於9嘛對不對 ncolum也等於9 好我們這樣子產生了m之後 我們的這個m 他現在就是全部都填0對吧 那我們要怎麼一個一個填呢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我們 這一格要怎麼填 我們再想看這一格要怎麼填 m 1 1 等於 1對吧 可是我們這裡 那m m 12 等於 2對吧可以接受嗎 我們一格一格想喔 我看到有些人他可能一次這樣子 一次填個向量 這樣子對我們的想像比較沒有辦法幫助啦好不好 好我們這邊其實我們把1改成1乘1好不好 這樣看起來會不會比較 比較 1乘2 好也就是前面兩個數的相乘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依實類推一直貼 大家知道我 大家看我怎麼想的喔 我現在不知道要怎麼做的時候 我不是馬上就 告訴你們解答嗎對不對 我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我的思考過程是 我先把 規律找出來 7 8 9 我們9也寫上去好了啦 好3 4 5 6 7 8 9 好那我們接著咧 接著是不是這些東西 做完之後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第二個弱了 第二個弱是不是在這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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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推推這裡是不是推不改2 好既然你已經發現規律是這樣子的我們試著合併這裡好不好 這裡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他一些 i等於1 如果i等於1的話 這個i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這裡都取代掉 這個可以接受嗎 所有的這個是不是都被取代掉了 所以至少我們可以先做一個迴圈 對不對 4 i 1到9 然後我們把這些全部貼上來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的m 好這是不是就有懲罰表了 好當然啦你會覺得這樣有點笨啊對不對 我們這裡可不可以再縮減 應該可以吧對不對 這裡也是1到9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試著把一個變數再抽出來 這個是j j也是從1到9對吧 那j也是從1到9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for j贏1到9 然後我們把這一行把它放上來 好我們再重新執行一次 好是不是這樣就是9的懲罰表 好我期待你們是使用雙層回圈來做到這件事啦 好不好 不過大家有一些 呃等一下所有人 如果沒有之前沒有解出來都要用雙層回圈再做完這件事 那如果說啊你雙層回圈覺得就是 覺得就是呃 你已經很會了 你還要用其他解法 我們來demo一下其他解法 第一種解法最簡單的解法就是使用 我們不是說矩正的乘法嗎 我們不是說矩正的乘法嗎 矩正的乘法還是什麼 這個 這個 Raw跟Colum的相乘對吧 Raw跟Colum的相乘 如果我們能夠品出一個 我們不是說x的Raw乘上y的Colum嗎 xRaw乘上y的Colum 我們最終我們想要的東西 就是講這樣的 這個是9乘9對吧 然後我們這格是x的第一個 y的第一個對吧 那x的第二個 y的第二個 x的第三個 y的第一個 x的第一個 y的第二個 好以此類推下去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個 x 1到9 y也是一個1到9 那這樣這兩個相乘 不就會變我們的這個 變我們的這個結局了嗎 好如果你要利用矩正乘法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好 m等於1到9 好我們這個叫x好了 x y 那這裡是9到1 好我們來看一下xy分別長怎麼樣 x長這樣 y長這樣 那x%乘%y 那自然就會長成這個樣子啦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嗎 好 那有沒有 還有一種就是 如果你不會用矩正乘法 假設這個符號是我教的啊 那你不會用那怎麼辦呢 那你實際上就是知道說 那矩正實際上怎麼做乘法 對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欸我們這裡啊 把1改很9的話 大家再看一下 如果我們的x 矩正長這樣子 那我們的y矩正 欸y矩正如果我們用 我們直接 我們如果直接用這個 呃我們直接下參數 剛剛我們有教過嘛 擺弱 這樣子我們的x 跟我們的y 是不是剛好就是 排列的方式是完全相對應的 那這樣子我們x 直接乘上y 按元素相乘 它是不是也會出現9乘法表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擺弱 那如果你不喜歡用擺弱 那你可以用t這個函數嘛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把ty x%x%ty 他一樣 不是%x% 按元素相乘 不是%x% 這樣可以吧 按元素相乘 這樣就會成 這樣也會 產生一模一樣的結果嘛 對不對 甚至啊 甚至這個 你還可以用向量來做 這個 1到9 x等於1到9 x%x%tx 這樣也可以產生 你甚至不需要用矩陣 你可以用向量 一樣可以乘出 這個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你當你使用ty的時候 tx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是y的形狀 這兩個要%x% 他一定要用成 這個 就是 他一定要用成 就是 呃 9乘1乘1乘9 這樣子 好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給大家 5分鐘的時間 把剛剛的做法 稍微試一下好不好 好 好那我們 我們現在要先來學一個 最 就是我們覺得 就是 跟外界溝通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讀檔 好不好 我們的核心函數 這邊多了一個 叫read 點csv csv檔 這個 他是把csv這個檔案格式讀進來 這樣子 好csv檔 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首先 請你按這裡下載這個檔案 好這就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這個空隙 品質測戰 這個上傳的資料 我們把他點開來之後 欸怎麼會慢 這是一個 標準的這個就是 呃 標準的資料表 欸這個 好這個是他 測得的時間 然後這是他上傳的一些 資料啊 緯度精度啊 然後還有是哪個 測站這樣子 好那這個 欸這個東西啊 如果你要 這是一個excel的東西嗎 excel大家應該都會用吧 對不對 這邊沒有人不會用excel 好如果你要把它轉成csv檔 你只要另存成 另存成 這裡你可以選成csv檔 這樣你就可以把它存成csv格式了 呃這樣的檔案 如果你把它放到 你的 這個project的資料夾下面 project資料夾 像我現在在 introduction to our language 這是我的project name 這是我的project name喔 那我現在把它丟到了 第三課的 Lesson3裡面的 Data2-1 這樣子我要讀檔的話 我只需要打 project name不用打喔 project name不用打 我只要打 Lesson Lesson3 然後 Data2-1 然後後面兩個是 這個參數 這兩個參數非常重要 這兩個參數 要下才有辦法讀得到檔案 CP950是指 我們 我們那個 電腦 把 64bit的東西 轉成文字 給我們呈現看的時候 所用的編碼表 那 我們的window 電腦 只要你在台灣買到的 都是CP950格式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或者叫big5 好 那這個header等於處理代表 第一個 raw 我不要把它讀進來 我要把它當作colornets 好我這樣按下 source wrong之後 如果 你可以用head這個函數 看到 data 那這樣就代表你讀進來了 好我們現在給大家一些時間 這件事情可能是 呃會有非常多人遇到障礙啦 就是 我們要先把檔案讀進來好不好 好那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 好那你把檔案讀進來之後啊 我們再交 除了header以外 我們再交一個新的函數 就summary summary這個函數啊 可以帶我們大致上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筆data裡面啊 他的大概的樣子 呃你可以看到這個時間 欸然後這個有一些 device id 然後一些東西這樣子 好那這個 欸這兩個函數學會了以後 summary這個東西沒有那麼重要啦 好不好 好那這個 我們到 我們應該後面也 蠻少會用到的 這個 我們到 應該是第七節的時候 還是第六節的時候 會 大概介紹一下summary啊 他一系列的用法 這樣子 現在我們還不用學會 好那我們現在啊 資料表讀進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下一個練習題是什麼 我們下一個練習題啊 是 我現在啊 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們把head給他打一下 我們是不是發現這兩個國小 重複了 並且 這個資料看起來 是完全重複啊 不是一點點重複 是完全重複 所以說啊 請你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希望啊 我希望 來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希望 我們來看一下 請檢查School這個欄位 是否重複 然後並且 多創造個欄位 並標記這列是否重複 什麼意思咧 我們現在 好 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的這個 呃 資料表長成這個樣子嘛 我希望 額外產生一個欄位 額外產生一個欄位 並且這算欄位齁 我們都用true跟force去記錄好了 true就代表重複了 或是force代表重複都可以 反正你可以 這個 怎麼樣都可以好不好 true或force代表重複 然後啊 這一行必須 如果像金融國小出現第一筆 他應該就是force 那第二筆就是true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要檢查 他是否有跟前面的重複 那怎麼檢查咧 怎麼檢查你需要用到一個新的函數 叫percent 這個操作符號 好這個操作符號 我們一樣把它寫下來好不好 因為一天到晚會用到 好我們有哪些操作符號 percent in percent 這個percent in percent 是說後面的東西 我們來帶大家看用法 x x 物件 y 物件 percent in percent 他的標準用法這樣 他的意思是說 問x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後面的y 好所以舉例來說 來 舉例來說我們的x 有 134 y 有 2 3 5 那這樣子的話 3是不是他們唯一重複的 那xpercent in percent y 他就會告訴我 false true false 好那如果我想要檢查 1有沒有在裡面 就這樣寫 2有沒有在裡面 好這樣子 3有沒有在裡面 好也可以這樣寫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嗎 就是 我們是檢查左邊的東西 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在 我們的data運用 來 我們的第五間國小 第五間國小是什麼 是形容國小對不對 那我們的 除了他以外 我們是不是要看他有沒有跟前面重複 那我們是不是 percent in percent data 1到4 sql 這樣他是不是回答我 沒有重複這樣可以嗎 因爲什麼 因爲 前面幾間 這1到4間國小裡面 就沒有新容國小嘛對不對 好但是如果我們的1到5間國小 是不是就有新容國小了 因爲新容國小有第五間國小嗎 那第六間是不是也是新容國小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 欸他就會回答我是true 所以啊你需要利用這一行指令 然後把這個重複的 重複的小學把它找出來 然後把它填到資料表裡面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一題啊請你稍微試著 用 試著完成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嗎 這件事情我們 呃 需要做 除了需要標記出來以外 你也可以告訴我 總共有幾個 國小重複了 這樣可以嗎 總共有幾筆資料重複 好我們試著用練習題做一下 反正大家讀檔都讀進來了嘛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這一題啊 這一題的關鍵就是 呃 我們首先啊 我們要先想個辦法 產生一個新變數嘛 對不對 這個 我們 現在那個 上個練習題 我們要教大家 我們先產生一個 反正default value是什麼不重要嗎 我們再一格一格填 對吧 那我們要怎麼一格一格填呢 我們是需要 是不是 呃 我們要先產生一個新變數 假設說像現在的data 我們要先產生一個新變數 我們這個新變數 我們就叫做duple好了 duplicate 等於 那先填什麼 都先填force force代表沒有重複嘛 好不好 那我們這樣執行完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data 現在在右邊是不是出現forc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 我們現在這裡 我們這裡啊 我們是不是 我們一行行貼好不好 來 我們首先先檢查 我們需不需要檢查第一個 第一個值 不需要嘛對不對 我們從第二個值開始檢查 所以我們一開始這裡是2 然後這裡是1到1 對嗎 可以接受嗎 然後這裡 3 1到2 4 1到3 5 5 1到4 好我想這樣子我們應該足以發現規律了啦 這樣子我們的回圈要怎麼寫 是不是 我們要寫i i i等於2 然後把這裡改按i 好那同樣的這裡就是i等於3嘛對吧 好以此類推下去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我在這一行我是不是就可以改成i回圈了 好那改了i回圈的問題是 我現在這個print出來的東西是true 那這個true這個東西我要把它填到哪裡去 欸為什麼 喔 不是1到i 是1到i-1 好這樣可以嗎 因為2這要對應到1到1嘛對不對 好 那我這個東西要填到哪裡去 我這個東西是不是要填到這裡來 填到第幾個 是不是第i個 所以我們是第i個duper 它等於 好這樣子 好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填了 好那我們現在啊 把這個i i等於2 我們一直執行到 3 4 5 6 然後我們來執行一下 看一下前六行 好看到了嗎 這個是不是就被我填出了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樣子的話 那後面的簡單啊 我們把它包成i回圈 i從多少到多少 2到28 這28怎麼來的 nraw data 好這樣子 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data 這是不是就完成了 這一個有重複 這一個有重複 這裡有重複 這裡是民生國小 看到上面有民生國小了嗎 這樣可以嗎 還有這裡新榮國小有重複嗎 好那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題的這個做法這樣子啦 那我們這一題的做法 我們 我們 先給大家3分鐘的時間做一下好了 應該不會太難好不好 好我想大家大部分都有把檔案這個 就是都把檔案讀出寫出去啦 因為只要照了貼就可以了嘛 這個關鍵是啊 這個首先啊 我們在這邊找到了一個叫 rawnance的這個參數 這個參數它default是true 那它可以決定你要不要 print出那個 rawnance 那如果我在這邊多下一個參數 叫rawnance等於fault 好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解決第一個問題了 也就是rawnance的部分 好第二個問題你在這邊找翻了 你也不會找出答案啦好不好 因為第二個問題 你可以透過索引函數啊 我不要這兩列不就好了嗎 不列這兩colum不就好了嗎 不列這兩colum不就好了嗎 123456789 我如果我只print1到9 這樣子是不是我就只會print出1到9個colum 這樣子其實這就是答案啦 我全部執行完之後 再下載 好看到了嗎 這是不是就是我想要的樣子了 重複的被刪除了 但是這個新龍國小跟那個名稱國小都少了一筆嗎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這個 就是檔案長得跟本來一模一樣 真的就只是做了兩行的刪除工作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那這個我們下一次上課的時候是那個 我們下一次上課的時候是那個 就是禮拜五嘛對不對 那禮拜五的時候我們會based on這個檔案繼續啊 所以至少到這裡為止大家要跟上好不好 禮拜五這個檔案還要繼續用啊 就是我們還要教一下怎麼樣去整理這種檔案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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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